女孩躲在床底 眼睁睁看着父亲被男人刺穿胸膛 倒在自己面前 他悲痛欲绝 父亲看着女儿稚嫩的脸庞 突然被对方用铁锁砸头 鲜血溅在秀妍脸上 父亲被拖走后 男人又折了回来 坐在床上晃着手里的铁锤 正好碰到了秀妍的脸 此时对方停下动作 秀妍松了口气 突然那人低下头直勾勾地盯着他 等秀妍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在车里 他趁男人不注意 赶紧下车逃跑 却被男人立马抓住 他张开手掌 把截指另一面转过来 用力甩了秀妍一巴掌 秀妍不服气地盯着他 可他却无力反抗 被送给一个猥琐男 猥琐男刚靠近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迅速拿出枪 缓缓走过去看 一个黑影闪现过来 直接把他撂倒 枪掉到了秀妍脚边 猥琐男拼命求饶 黑影大叔强行为何犯 这时突然响起枪声 大叔赶紧回头看 身后准备偷袭他的人际了 原来是秀妍救了他 大叔收留了秀妍 训练他组装手枪 和对方拼手速 谁先拿枪干掉对方谁赢 而秀妍动作敏捷 很快就完成了 却迟迟下不去手 对方可不管他心慈手软 赶紧组装好枪 准备避了秀妍 结果被大叔迅速放倒了 秀妍还没反应过来 大叔便说 今天你已经死了 以后就为我而活吧 秀妍长大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当初的 杀父仇人报仇 但姜还是老的辣 秀妍被他下了套 男人把他绑在椅子上 嘲讽秀妍真可怜 还表示他并不是秀妍的杀父仇人 这让秀妍猛了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就在这时 大叔赶来救他 迅速把众人放倒 男人瞪大双眼看着他 像是在说怎么是你 大叔赶紧开了两枪 看着男人倒下后 露出一副让人费解的表情 难道大叔和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回家的路上 大叔看中了一条简易的婚纱 送给了秀妍 两人在河边举办了婚礼 新婚晚上 两人吃着烛光晚餐 大叔说要和秀妍平凡的生活下去 秀妍开心的笑着 就在此时 大叔接到一通电话 得知兄弟遇难匆匆离开 留下了秀妍一人 谁知这却成了最后一面 第二天 兄弟告诉了秀妍大叔的死讯 他是去帮秀妍报仇牺牲的 秀妍悲痛万分 只身一人冲入敌营 一路过关斩将 整层楼的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等他到达顶层 发现一堆胸毛大汗正等着他 秀妍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开干 接连放倒好几个戏狗 突然被猛男抓着头发撞在镜子上 但秀妍此刻已经杀红了眼 拿起哑铃猛砸他的膝盖 接着给他来个上钩拳 迅速跳到猛男肩上 用粗绳绑住他脖子 然后朝着玻璃奋力一跃 随着碎片冲到外面 靠重力活活勒死最后一个敌人 秀妍筋疲力尽地落在地上 此时被警方重重包围 本该沦为阶下囚的他 因为出色的身手 被国家特务组织的大姐头看中 这所监狱居然还有整容业务 女人在昏迷时被强制推上手术台 等他醒来时 发现这所监狱原来是情报组织 抓来的人会被改造成特务 他不愿妥协疯狂逃窜 随便打开一个房间 里面竟是一群人优美地跳着芭蕾 他以为自己出患觉了 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 这里面居然在焦厨艺 正当秀妍傻眼时 短发妹一脚绊倒了他 笑他像个二愣子 此时监狱工作人员冲了过来 结果被秀妍快速撂倒 还被当成人质 这时两人穿过格格不入的走廊 来到了话剧舞台上 这再一次刷新了秀妍三观 他赶紧离开现场 来到化妆间 里面的人把他当作空气 秀妍忍无可忍 逼问人质出口在哪 这时白衣女好心地给秀妍开了暗门 秀妍出来后傻眼了 这里是一片荒芜 白衣女为博取秀妍信任 从屋顶上跳了下去 秀妍剑没有异常 跟着跳了下来 突然在半空被白衣女一枪打倒 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被抓回来的秀妍彻底粘了 白衣女正是这里的大姐头 她说可以让秀妍妻死回生 可秀妍已经不想活了 大姐头拿来一张避兆图 说你要让孩子跟着你死吗 为了孩子 好好活下去 听完后秀妍满眼通红 而这一切都被监控着 一个帅哥默默地注视着她 秀妍抱着手里的臂超图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为了孩子 她接受组织的训练 必须要有一门拿手活 任务中要伪装身份 可秀妍做饭难吃 化妆又一窍不通 幸好对话剧有了兴趣 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 下一秒羊水破了 孩子顺利出声 大姐头露出了姨母笑 而帅哥看着监控里的秀妍 也是一脸痴笑 偷偷跑来房间里看孩子 结果手足无措地抱着 而在剑术课上 自视清高的短发妹 不停地挑衅秀妍 结果两下就被秀妍撂倒了 在和短发妹比拼组装手枪时 人家才刚拿起来 秀妍就已经装好了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心慈手软的女孩了 直接给短发妹来了一枪 短发妹猝不及防倒在地上 幸好穿了防弹衣 表现非常优异的秀妍 可以进入社会执行任务了 当她搬来公寓后 和前来搭讪的帅哥相识 其实帅哥是秀妍的监视人 但秀妍并不知情 在日复一日相处下 发现帅哥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总是在秀妍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 帮她拦公交 一起逛超市 下雨天接秀妍回家 在女儿的神柱宫下 两人决定举办婚礼 而这天 秀妍接到大姐头下达的新任务 就是拘杀一个组织头头 婚礼这天 秀妍身穿洁白婚纱 利落地从马桶盖子里取出狙击枪 戴好耳机 组装好枪后 站在椅子上 将枪头探出通风口 眼睛盯着八倍镜 发现目标后准备开枪 就在扣下扳机时 看到目标的脸 那一刻她傻眼了 新娘在婚礼当天 躲厕所玩狙击枪 就在扣下扳机时 发现目标居然是死去的前夫哥 慌乱下她射偏了 狙杀任务失败 她本想找大姐头追问目标身份 眼看婚礼要开始 秀妍只能把枪拆下放回马桶 可因为短发妹清理不到位 痕迹遗留了下来 被前夫哥发现 事后 大姐头让秀妍必须杀了前夫哥 否则她会失去家人 秀妍认为大姐头这是在威胁 开始与组织有了隔阂 可殊不知这是忠告 就在这天 秀妍收到了前夫哥记的录音 她巧妙避开了监控 来到网吧听录音内容 得知现任老公 原来是组织派来的监视人 连和她结婚都是幌子 她伤心欲绝 回到家后 现任依旧没有坦诚相待 她彻底死心了 这时前夫哥跑来捡漏 带秀妍去把女儿接走 可刚到楼下 就看到现任抱着女儿 从阳台乍飞下来 她赶紧跑上去接 可根本来不及 两人死在了自己眼前 秀妍再一次失去了希望 想起大姐头的威胁 找到她准备报仇 可大姐头却说 你被前夫哥骗了 还放了监控视频 秀妍得知前夫哥 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当初假死料定 她一定会报仇 送她进敌营 是打算让她死在里面 如今知道女儿是她亲骨肉 依旧要下死手 而现任才是真正爱她的男人 刚准备抱女儿逃走 就被炸弹炸飞出去 秀妍再也绷不住了 愤怒地把监控视频打掉 她一直以为现任在利用她 从大姐头这得知 现任在结婚前找过大姐头 希望可以真结婚 她真心爱着秀妍 不想让秀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秀妍因为前夫哥 失去了一生中最爱她的三个人 父亲 女儿 现任 她决定要了结这一切 开车笔直冲进敌营 敌人靠近车查看情况 被早已躲在一旁的秀妍打倒 接着纷争开始 秀妍接连把几个小弟打趴 敌人赶紧撤退 她灵活地更换弹甲 追了上去 找到了罪魁祸首前夫哥 秀妍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问她有没有爱过 前夫哥无奈回答 爱过 但是我杀了你吧 所以不能继续爱了 秀妍听后犹豫了 可前夫哥笑了 你就是想听这样的话对吧 其实你怎么样都无所谓 反正是我培养出来的棋子 一直被耍得秀妍彻底怒了 和前夫哥决裂 厮杀起来 两人实力相当不愤伯众 秀妍抱着前夫哥一跃冲向玻璃 两人齐刷刷掉下来抓着空调外机 秀妍一看 你什么档次 和我抓一样的东西 抓着前夫哥摔在了车上 前夫哥见他凶得要命赶紧逃跑 秀妍见状一瘸一拐冲了上去 结果被车撞倒 前夫哥见状 开着公交车撵了过来 秀妍赶紧滚到一边 抢了辆车把挡风玻璃掀掉 拿水瓶压着油门 然后坐在车头打方向盘 不要命的追公交车 提着斧头扑了上去 这可把一车老爷们吓坏了 秀妍一脚蹬碎玻璃冲了进去 和前夫哥又打了起来 过来劝架的都被丢了出去 还把司机给打倒了 下一秒公交车翻了过来 摔在地上 秀妍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又站了起来 前夫哥累坏了 坐在一边 哼起了杀秀妍爸爸时的歌 秀妍满含泪水 使出浑身力气 抡起斧头把前夫哥送下地狱